大家好 要想杂花的花苞正常的开放 我们是要耐心的等待 因为杂花运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现在杂花已经 露出花色 开放了 这件事不要再做了 不然导致整株掉花苞 掉花的情况 我这棵杂花 开出这么漂亮的花朵 而且花苞还这么多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蒸根藏花型营养液 给它浇灌 能触花同时也能触根 要想杂花 开花我们必须给它充足的光照 起到光好作用了 杂花开出的花朵才会鲜艳 触花 好多花友一直以来都是不停的触花 当这个花苞露出花色 我们就停止触花 停止给它使用一些 零减肥 这个时候主要是给它充足的光照 起到光好作用 杂花 开出的花才会鲜艳 才会漂亮 同时也要给它光照 8月份的太阳 而是比较猛的 我们要给它 适当的遮阴 反正 月片 不被灼伤的情况下 尽量给它多灑太阳 这样 你的杂花 开出的花 才会更加艳丽 好了 喜欢杂花的花苞们 我们记住 给它充足的养分之外 光照也少不了 好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